唱歌的名字很噁心 唱走音一點點 看看手機就算是不莊重 個人亨講那些 即是說我唱一唱 突然唱到走音 很多時候這些我們說都是無心之失 我想我們不是想著立一條國歌法 去說別人唱到走音就可以做一個執法 我想意思都不是這樣 無需要將這些憂慮作為無限放大 或者上光上善 不要做出一種危言耸聽的說法 又要在中央又干預你 教小朋友一些關於國歌的知識 是不是又有任何的不對呢 如果我們都教國旗 國徽也都會教我們基本的國情認識 那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基本都教育 我們的小朋友下一代 是要尊重我們的國歌呢 國歌和國徽和國旗 這些都是象徵國家的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尊重自己的國家 我想這件事都是放諸四海的皆準 所以其實你說我們其實有國徽和國旗法 現在有國歌法我認為其實只不過是一個一致性 作為一個立法會的議員立法的工作者 不是去做一個危言耸聽的角色 或者可能是某種程度的小事發大 甚至乎去製造一些恐慌 好像最近我們說的一地兩檢 有一些其他的反對派的議員 可能就擔當了這種危言耸聽的角色 甚至可能會恐嚇香港人 多謝啦 是個案子 一定是個案子 逆 rack的 是個案子 那是個案子 是個案子